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今天来逛Garden是想再给我的花园里添一株玫瑰花 面前的这一盆深粉色的玫瑰花我觉得挺美的 目测它的开花量还是挺大的 在一根枝条上就开了8朵花 而且每朵花的尺寸大小都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它吊牌上的说明 那它的花名叫Aurora Burialis 它的耐寒程度可以到零下37度 它可以在北美种山的地区种植 它算是比较耐寒的一个品种 那它需要一个全日照的环境 植株的高度可以到达1米 那它向周边蔓延的宽度也可以到达1米 这个Aurora Burialis是最新的玫瑰品种 我们为了解说方便呢在这里我们就叫它 北极光玫瑰吧 北极光玫瑰呢它是一个获奖的品种 它被加拿大最大的花卉和园艺节 Canada Blooms 评为2021年度最佳植物奖 它也是为了庆祝加拿大成立150周年而推出的一个品种 由于这个关系呢这个品种呢也是在加拿大各地的田间地头呢经过实验后挑选出来的 它具有较强的抗病性和抗寒性 它也是一种低维护的品种 它的低维护性呢更异于日常的打理 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加拿大本土的一些品种 大部分加拿大本土的品种呢它的抗病性和抗寒性呢就比较好 说了这么多呢今天呢我就打算选它了 挑一盆带回家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开花比较漂亮的呢都是一根笋枝抽出来开了一串的花 出行呢不是很理想 如果你是想说今年买回来就可以有花看的话 那选那些也是不错的 我是想选一个枝条比较健壮 出行比较饱满一些的 今年看不看花无所谓 那希望明年呢它能长得更好 能有更多的花可以看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选的玫瑰那已经种好了 因为我操作的失误呢前面那一段呢没有拍上 这株玫瑰呢看上去的品相呢不是很好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高温呢造成了garden里很多植物呢都出现了严重缺水的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健康的 那我挑这一株呢是因为它有两根主干呢长得是非常健壮 那我等一下呢要把它旁边的一些芒汁还有一些弱汁呢给它修剪一下 这样呢有利于它下一波复花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根呢比较健壮的枝条 那等一下中间的这些很细弱的一些芒汁呢 还有弱汁我都打算给它剪掉 因为这些枝条的存在呢也没有什么意义 它不可能开花 而且呢还会消耗过多的养分 像根部的这些比较细小的枝条还有一些多余的叶片呢都要给它剪掉 这样呢不但可以提高植株的透气性呢还可以避免病虫害的发生 我们来看这里有一根枝条呢 它的两颗心芽上面呢还发出来了一颗小芽 我们来看呢就在这个位置 那上面的这颗小芽呢很有可能最后会成为一个芒汁 为了下面这两颗比较饱满的芽点以后长得更好呢 我们直接把上面这个给它剪掉就好了 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就是把病弱的一些枝条剪掉 留下健康的就好 也不要修剪的太狠 我的这株玫瑰呢大致上算是修剪好了 修剪下来了许多的枝条呢和叶片 现在整体上看上去呢清爽了很多 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好了不少 中心位置一些比较杂乱的弱枝和芒枝呢都给它剪掉了 在这里呢有两点呢要提醒大家一下 那现在呢是高温天气 我们在种玫瑰的时候呢尽量的就不要给它再买底肥 以免造成玫瑰烧根的情况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种玫瑰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给它种在低洼地带 一定要避免那些容易积水的位置 玫瑰花呢都有一定的抗旱性 稍微干旱一点呢它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出现积水的话呢 马上就会出现各种的病虫害 关于北极光玫瑰呢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